这一小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创建图框组 首先我们打开场景文件 第二章01.rfa 我们选中这个文件 点击打开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呢 首先我们切换到管理学员卡 然后在其中呢 我们找到试试面板 然后我们来点击确定 好 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 外部这样一个共享参数的文件呢 我们可以进行打开 查看一下它内部整个数据的一个存储结构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切换到创建设计刊卡 然后在文字面板当中呢 我们去单击标签按钮 接着我们分别在 我们各个专业负责人 这样那个图框所在位置呢 在后边的一个签字栏当中 我们去点击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会弹出 编辑标签这样一个对方框 那么在其中 单击 添加参数按钮 好 这时候呢 就弹出了 参数属性这样一个对方框 我们来点击选择按钮 首先呢 我们来选择进入专业负责人 选择 然后点击确定 确定 然后呢 将其双击 放置到我们标签参数 这样的一个面板当中 来点击确定 好 然后将其呢 放置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那按照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将其他专业负责人 一一进行放置 对方来点击 预测标签 对方来点击 对方来点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置完成之后我们对它的位置适当的进行一些移动 当我们各个专业负责人这样一个相应的参数天天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将图光保存并且载入到项目当中 那现在我们来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去选择这样一样的去创建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切换回刚刚所打开的图框组这样的一个界面当中 我们点击载入到项目 好接着呢我们在图纸这个地方呢我们点击邮件 选择新建图纸 选择我们刚刚所打开的这样一个图框组 我们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它在汇签这个地方呢 相应的有我们各个专业负责人这样一个字样 好 然后我们在项目环境当中呢 我们去切换到管理选择 然后在设置面板当中我们同样去单击项目参数这个按钮 然后在弹出的项目参数段空中呢我们去点击添加按钮 然后在参数属性段空中我们去选择共享参数 然后我们来点击选择按钮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去选择建筑专业负责人 然后点击确定 好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类别面板中呢 我们需要勾选项目信息 这样一个类别 好 我们找到之后呢 对齐进行勾选 然后点击确定 好 接着呢我们利用同样的方法 将其他共享参数呢也一一进行添加 这时候我们选择 结果专业负责人 给我选 确定 好 这时候呢我们各个专业负责人这样的一个参数呢就已经创建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按钮 之后呢我们还是需要在管理选卡当中 然后我们去单击设置面板当中的项目信息按钮 接着呢 接着呢我们在项目属性 这样的一个 短话当中 我们在文字 这样的一个面板当中呢 我们去分别输入 我们去分别输入各个专业负责人他的一个相关的信息 分别输入 我们去分别输入 张公 李公 赵公 王公 和孙公 好 之后呢 我们来点击确定 好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相应在项目信息当中呢 所输入的这样一个人名 他会在我们图纸 这个图框当中的 会签 这一栏当中出现相应的一个信息 进行一个显示 以上就是我们这小节所有内容 这小节我们来学习下创建平开创足 首先呢 我们在软件的出现界面当中 去点击足下方的信息按钮 接着呢 我们去选择公制窗 张这个足样板 我们选择 然后点击打开 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切换到立面的内部实施 选择内部 好 接着我们去切换到创建选拳卡 在其中我们找到工作面板 然后我们来点击设置按钮 好 这时候呢 就弹出了工作平面这样的段框 好 那我们在这个名称后方呢 我们去选择 修改它的参照平面为参照平面中心前后 我们去选择这个选项 接着呢 我们来点击确定 好 然后我们在立面实施当中 我们去排式切换到创建选拳卡 然后在形状面板当中呢 我们去选择拉伸按钮 好 这时候我们在绘制面板当中 去选择矩形的绘制方式 那沿着我们的洞口呢 绘制我们的一个矩形的外轮廓 好 接着呢 我们再使用偏移工具 来选择 然后去设置它的一个偏移轮廓值呢 为40 好 40 接着我们按Table键 去选择我们整个的一个外轮廓线 那么 向内呢 做一个偏移 接着我们再使用直线工具 去绘制我们的一个横档 大概呢 距我们的上一边线 它的距离为300 好 绘制我们的横档 好 同样呢 我们使用偏移工具 向下偏移一个40 好 然后我们使用拆分工具 拆分图源 将线尾线段呢 做一个拆分 好 然后使用修剪工具 修剪我们已完成的外轮廓 这时候呢 我们最初使的一个窗户的外轮廓呢 就已经绘制好了 绘制